終於結束我們辛苦的兩集 已經在開始按摩了 我覺得今天可以先讓教練感受一下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姐妹說 我是Jero 我是Jan 我是Rosen 我跟你說 我們剛剛經過了一系列的 魔鬼訓練以後呢 我們緊接著就要來做 收操這個動作 靜態伸展 對 靜態伸展 那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每次我運動完以後就說 好酸喔 應該是昨天乳酸堆積吧 就想要講這一句話 乳酸堆積呢 是你當下 剛剛我們做的 好 當下很酸很酸對不對 對對對 它的玉子拉到最高 就是乳酸堆積 但是你數分鐘後 它就慢慢下降 甚至一個小時後 幾個小時後它就會沒了 那後面呢 我們叫延遲性肌肉痠痛 好簡單來說就是說 我們的肌肉啊 經過我們訓練後 破壞再建 讓我們的力量啊 肌肉量啊 還是我們的線條啊 更好的原因就在這邊 那這個過程呢 就是好的發炎過程 它就會造成我們痠痛 所以我們會經用一些 可能筋膜槍啊 好好好 像我們等一下會做的 精態伸展 來幫助恢復 來幫助說隔天啊 不會說很像 被一顆撞到的那種感覺 真的 被車撞到 就是真的是被車撞到 就是被車撞到 好 來吧 我看到 妳剛剛那麼認真的運動 第一個呢 我們雙手幫我們先抱右膝 然後往胸口抱 我鞋子要脫掉 對 不用不用不用脫 好 慢慢對 往胸口慢慢壓 好 然後保持呼吸 過程中都保持呼吸 不要憋氣就好 好 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直腿 往上伸直 怎麼直 還可以 還可以 來 這是我覺得你印象很高了耶 然後抱小腿 小腿慢往後拉 這樣嗎 對 然後再慢慢拉 好棒啊 我是慢慢來 好 那我們的拉程度呢 不要太over 也不要太用力 好了 然後慢慢換囉 來側身 然後這隻腳呢 把我往另外一邊放 這樣子嗎 對 然後上半身呢 這樣嗎 對對對 然後慢慢的往下放 然後腰酸 所以腰酸是正常的 正常的 這最主要是伸展到我們腰部 來 這一腳幫我翹腳 這樣子呢 好啦 把它翹在上面 喔 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右手呢 從中間穿出去 抱住左腳的膝蓋 這樣子嗎 對 也可以 欸 抱這裡嗎 對 然後慢慢的往胸口 這好痠喔 對 會伸展到我們臀部 是屁股下面的那一條筋 對 屁股整個區塊都可以伸展到 OK 慢慢的幫我打直 然後呢 右手勾右腳 然後往後勾 後手 對 勾右腳 然後往後 對 然後側身就再要慢慢 往後勾之後 再慢慢躺回來 因為躺回來 對 喔 好痛 對 會拉到大腿前側 好 一樣 先往這邊側身旋轉 對 一點點 翻翻轉側躺 然後往後勾 這好難喔 對 然後慢慢再躺回去 然後大腿慢慢往下壓 放輕鬆 教練 我覺得好像這邊比較 就是 比較緊繃對不對 對對對 動手比較怪 動手比較怪 來 幫我挺胸 然後手 獅子腳勾 等一下是反方向 手呢是往前推 背呢是往後 有點駝背的感覺 對 好 然後保持呼吸喔 往後的時候 吐氣 好 塗完沒氣的時候 來 慢慢往前行 OK 好 這就是我們一整套 我們有伸展到大腿前側 後側 小腿 還有臀部 還有追蹤 還有我們肩膠 背部的伸展 我們超都收完了 然後呢做了一大堆的動作 但是我們是金友姐妹說耶 我們這集跟金友 有什麼關係啊 還是有關係喔 就是你運動過後 肌肉不是會有一些勞損 或者是在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拉傷嗎 就是有些 就像教練剛剛說的 施加過度 或硬壓這樣子 你可能會有拉傷的部分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 精油來去做輔助 像我今天呢 就配了一個就是 幫助我 加速代謝 酸痛掰掰 然後 順便幫我修復一下我的肌肉 欸 我配好了 你去拿一下 這個配方的話呢 它的濃度大概是5%左右 那我們配方就 放在螢幕上面 給大家就是參考這樣子 大家可以直接配來用 它氣味非常的好聞 看到這個顏色不要覺得 欸 怎麼怪怪的 跟平常用的金友不一樣 因為 聖月和草油 它的顏色就是比較偏紅 我們可以洗完澡之後 吸收最好的情況之下 下去塗抹就可以了 哪裡酸痛塗哪裡就好了 我覺得今天可以先讓教練感受一下 就是一支 有塗 對 一支 然後一支沒塗 對對對 如果說像他教練現在是不酸不痛啦 酸痛的明明就我們 你就可以整支塗抹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做一些居家肉壓的動作 這樣子 你就是可以稍微就是把你酸的地方 就是按開來這樣子 我裡面用了比較多 就是延展性很好的 像是白蘭葉啦 這種的 就是它是單鐵唇的 對於肌肉的伸展是很好的 對 已經在開始按了 欸 你按起來是怎樣 速度很快 對 我當教練 你變一下一次習慣 對 我教練體驗 我講說你們介紹的蠻好的 然後我就開始自己按囉 對 所以這個配方它是就是 你什麼時候按 什麼時候用都可以 但是我們在運動中 有什麼會不會造成 他們打開去 還是說就是 舉重的時候 然後那個 整體就甩進去運動 我覺得教練提的這點很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載體 就是如果說你是在運動前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比較好吸收 比如說像乳液 那我們精油都可以用一樣的 那只是把肌底變成是乳液 好啦 終於結束我們辛苦的兩集 我真是太辛苦了 辛苦兩回了 對 也辛苦教練了 真的 趕快把它撞走 我們都不成才 沒有要可以慢慢做去練 慢慢持續漸進 對 如果你真的有覺得自己的體態 或者是說體重過重了 或者是說像教練說的就是需要一些 像有些人他不是有骨質疏鬆腎嗎 對不對 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就可以到健身房來找教練 我覺得教練是非常非常的專業的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